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英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某无量寿庙至圣王殿老祖 南某无量寿庙至圣王殿老祖 各位维津圣教 丁友连功至阿弥陀佛佛弹 护国息灾奇安法会坛上 中华民族15615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陵 中华民族5000年来 917位天主帝帝王殿老祖建灵 中华民族秦朝时期 徐湖东渡日本以来 124位天皇朱建灵 中华民族5000年前当下 昨日租战 北于韩国持有后裔以来 202位天主帝王朱建灵 中华民族5000年来 3762次大小战争 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 王氏金敏朱怨陵 当下我们法会 购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陵 各位的礼节冤亲在祖 朱陵 还有各位家中地基族 工厂地基族 和吴远祝寺英陵 身上依附陵 尼泊尔2580几年前 这个持有 那个 尼泊尔四家族 变灭 王氏朱怨陵 及四王法界三界万灵 地球195个国家 农业首杀害之 冤非软洞朱灵 四王法界三界万灵 众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公赞王产老祖天威 王产老祖教祖的天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几千年来 几千年来 时时刻刻的浩劫和战争 所以台湾祖师 他是 希望极乐世界教祖阿弥陀佛 化身在台南 贵人乡和西村 杨家 杨老文先生 所以他一生 从小课寻课简的修行 自己默默的修行 但是他没有表露他的身份 等到81岁 要沿起涅槃的时候 才告诉所有的人 所有参理在修行的人 他是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在转世 把他来的目的 为天下太平 但是人的设身 的年龄是有一个界限的 上天借我们用这个身体 有时候我们的怨是很大 可是呢 这个寿生 有他的人世间的天数 所以他81岁 就涅槃援起了 才透露他的身份 所以很多跟在旁边修行的人 很多 才后悔 没有跟上 没有跟好 没有好好修行 认为在家修行的没有什么 大家一直 在往大公大庙在修行 跟着修行 施商一位圣者智者 投胎转世 来世间为天下太平一大事 来到世间走一趟 他绝对不会 轻易地露出他的根基啊 所以很多修行者 对祢的祖书也 都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 但是他都不管 都把他看了是众生 凡乎无知而已啊 所以台湾祖书 他云留法界 云留天堂与地狱 在救度所有有缘的人 所以台湾祖书 到了81岁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有天命 天下太平还没了 所以祖书 他阳公老文 他的号 称台湾第一位祖书 第一代的祖书 叫做台湾祖书 叫做台湾祖书 他把法留下来 但是 因缘还是不分具足 他的训练要了 可能要满他的愿 还要再来投胎转世 但是一投胎转世呢 人到长大了 人再投胎转世了 我们的这个花样百出 社会的乱象 可能你要再修行到一段时间 可能时间来不及 天下已经混乱了 所以台湾祖书 他就 他开示了 说他已经度一半了 台湾祖书度一半 二人之一嘛 还有二人之一 留给后人来度 所以这个 二人之一的世界 二人之一的台湾 二人之一的中华民主 都是太极天 这是太极天的二人之一是羊 这个是因 是因 因是人间界 那么 台湾祖书 他羊度一半 但羊中还有阴 还没有全度完 所以留着 聖人天仙 大楼天仙来度 在台湾祖书的 神通力 他就求助于 一皇大帝 求助于 天界 奔走 在法界 天上界 所以台湾祖书 就到 西方 尤弑 去想 尤弥 being 岼 下地 尤弥 羊 救助于 尤弥 零 鸣 是 就是人間界的皇帝的母親是王母娘娘 那麼天上界的母親就是姚慈金母 姚慈金母的大慈大悲 她的慈悲也體會到 台灣祖書他的大願要天下太平 要天下太平不是那麼簡單的 必須要有神佛和大修行者才能夠圓滿 所以台灣祖書去求助於西方姚慈金母 那麼我們有很多宗教 不同宗教的人就去誹謗了 說姚慈金母是虛構構講的 聽了我提笑皆非 你沒有看到姚慈金母他在空界 他這個大神的天威 你怎麼可以用你一個小小小修行人 就認為姚慈金母是虛構不實在的 不像你有教族出生出來世間所傳的教的教族 不是這樣的 所以空界社界都是等號 受空不二 而姚慈金母派很識別的 不以眾生計較 只是說天下大亂 眾生從天上界來到世間 都不知道修行 就不回家 不回去希望姚慈金母的家 所以姚慈金母一出來他就哭了 就一直哭 用眼淚來為眾生洗淨 我們的罪惡和夜報 但是我們眾生不曉得 只看到姚慈金母 借著人的身體 修行著他的色身 在那邊春春教誨眾生 在那邊苦口婆心的交代 眾生要回頭要覺醒 要盡大笑 要兄弟要有情有益 對朋友要有情有益 對國家要忠 所以姚慈金母 他一出來所開示的真言 都是句句 都是眾生的心中 本來就有的可惜被世間的三毒所隱瞞 所以世間才會這麼亂 所以世間才會這麼亂 那麼姚慈金母 他一旦又來世間的時候 都是在空界 藉由所有修行者的身口意 來普渡群領 普渡眾生 在今天早上 我們幻貝學院 由元松院長 帶領了我們幻貝法師 送經法師 一起恭送姚慈金母 希望姚慈金母收緣的一部經 來供養當下法會壇上所有株林文 能夠心開意見 頓悟世間 還有過去在世間的一切恩怨情仇 這應該懺悔 所以姚慈金母用慈悲的愛 用慈悲的心 苦口婆心啊 所以王山老祖 在接受到姚慈金母 請他下來倒教持行 姚慈金母他的慈悲 想要感動王山老祖 王山老祖還是 他說世間我不下去 世間的人眾生還很頑固 世間的眾生 知名不悟 迷在貪春吃山毒裡面 所以要渡很困難 但是姚慈金母還是不願其反的 向老祖要他下來 所以姚慈金母就要去請台灣祖師 告訴台灣祖師 告訴台灣祖師 你再去請玉皇大帝提供 來請王山老祖 用天公的天威 來請王山老祖 下凡 倒教持行 結果王山老祖 他也沒有答應 老祖說 老祖說 要下去 到世間來 一皇大帝 換你下去說 換你下去說 所以一皇大帝 也沒有辦法 告訴台灣祖師 你再去找很多慈悲的大神們 請他們下凡 倒架持行 唯有一位空界的大神 就是觀世音菩薩 觀音大事 以他的慈悲 來請王山老祖 倒架持行 才有辦法 所以台灣祖師 他就奔走 到處奔走 去找到觀音大事 請觀音大事 跟王山老祖 商量 請他倒架持行 來 風華麗聲 來救度 苦難的眾生 來為世界的和平 人間的浩劫 能夠解怨世傑 化解干鍋 習戰爭 因為王山老祖 與觀世音菩薩 同是阿彌陀佛 一左一右的大復華 觀世音菩薩 告訴王山老祖 他我下來那麼久了 來世間 受盡千辛萬苦 來度眾生 希望大家都回到西方极弱世界去 等的時候來世間當移民官 接引大家 以後回到西方极弱世界去 所以觀世音菩薩 就請王山老祖 三師 現在 世間上 要讓世界能和平 天下能太平的 只有王山老祖 你來代表天界 空界所有聖神佛菩薩 到了民國七十一年 那時候我病得最嚴重的時候 在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 在台灣主持大事殿 觀音廟大事殿 三寶佛前 請王山老祖光降地球 所以王山老祖才光降下來 到了七月一日 六月十九到七月一日 王山老祖正式 以師父天人合一 開始開口 商討 要開啟南天門的一些事宜 而且姚慈金母 也一再地 交代 姚慈金母 一再地 請王山老祖 大花吃杯 大花他的神通力 才能夠 挽回 人間的浩劫 那時候 我聽你講 新的講話 我也覺得很好 覺得很好玩 好像孩子在 小孩子在說 我這麼想 姚慈金母 借在謝媽媽的身上 開口 不要妄想 這是天界神在做的事 你們凡夫凡臣的人 絕對不能有妄念妄語不敬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我這樣想 你就知道了 所以姚慈金母 他開示了很多要開啟南天門 要世界和平 一定要打開南天門 南天門 就是在台灣 地球的南方的上空 等到96年的時候 我才知道 那是臭氧城破洞的地方 叫做南天門 開了南天門 所以整個的法界和現象界 都是一以貫之 這是上天的慈悲 所以姚慈金母 把他慈悲 就一直的交代 當今 所有諸佛菩薩聖神 能夠挽回眾生 化解干戈和習戰爭了 只有王殘老祖 是承擔的天命 所以王殘老祖 光降倒架慈航 慈航普渡 叫做慈航普渡 觀世音菩薩 他也是慈航普渡 王殘老祖也是慈航普渡 王殘老祖 是希望極樂世界教主阿美陀佛 身邊的一位大菩薩 在那裡 所以又來世間走一趟 就慈航普渡 所以諸佛菩薩的硬化身在世間 不是我們所了解的 是誰一個小小的小神 不是 而是大露金仙 在道家為大樓金仙 在佛家 視為大四至菩薩的聖孫 法孫和化身 等同阿彌陀佛的天威和果位 所以我們今天讚良讚嘆 王殘老祖教主的天威 就從姚史金母這裡開始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 新賢士 各位時光善知識 王殘老祖的天威 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還講不完 因為王殘老祖的天威 它是包含的滿三千大千世界華界 在當下 在台灣淨土 又再來走一趟 在空界來走一趟 把空界傳到傳華 我接到王殘老祖所傳的廟華 新華 然後轉述給我們所有有員的 維新賢士同學們 所以在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借著 電視的音源 藉著一間大學上課的音源 次第 依照 人世間的各種狀態 來說出 天上界 對人間界 世間界 人的生活型模式 而且將這個模式 來轉世告訴天上世界的 如來 大神佛福薩文 所以我 從民國82年 開始 我們一位弟子就是黃秀毅 就是元和華師 他就發現 蘇富所講的華寶妙華 和一般所講的妙華 蘇滾很多不一樣 有透視的殘跡在 所以他就發現要匯整 要整理 才有 廟華浦船 還有 一星風水變命關 各種的 華寶一一的出師出爐 所以 與 元和華師 他才 召集了 117位我們的 維新弟子們 而且是他的學生 來 將 王秀老祖 所開示的 真蠶奧義 中華文化道童 已經以風水學 和佛學 道學 宗教學 一一的把它匯整 成為 維新道帳 到元和華師 他要 走的時候 已經圓滿了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 卷 等同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 姓氏族 這個 經文 垂一件 道帳 就是像這樣的經文 這就是天梯 天梯 一般我們的 讀的書 就人間所讀的書 你用翻的 一張一張的 一張一張的 翻的 不是經券 這個 都是人間的書 而且成為 維新道帳 就是天人 這是 從天上下來的 一部經 所以維新道帳 是天上 王秀老祖 在大樓天界 所傳到世間的 一部經報 開五千年來 第一部的維新道帳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本 這麼多 後來每年 就陸陸續續的 由我們的出版社 張坤賢主任 他來負責 繼續 由我們的晚寧 的媽媽和他的阿姨 一起將我所講的 像今天上完課了 共修完畢了 這本繼續還是打字 翻文章文字 一直留到千秋 到了明年 一月九日 預防大帝聖誕的時候 他就還是在開券 總共有兩萬 將近一千本 兩萬一千本 哦 這個是王善老祖他的天威 搖屎金母的慈悲天威加持 預防大帝的慈悲加持 是給世間眾生這麼多的華寶 這是世界和平的原動力 世界和平的華寶啊 所以維新聖教雖然是一位很年輕的 新經宗教 而且是世界新經宗教 現在已經得到世界各國 對於宗教的信仰 開始燃起一盞希望的新的明燈 所以王善老祖 他會再下來 也得使台灣祖書奔走在法界 在天上界 然後請搖屎金母大天尊 來吃杯加持 那本人在民國71年的四月分農曆的 就是觀世音菩薩聖誕 在農曆2月19日就開始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 這個病讓我伸不起腰 走路很難 什麼的都來了 所以經過醫生 醫院來檢查 求醫無聞 求藥無聞 都無效的情況之下 才會經由朋友的介紹 去到台灣祖書 心靈龍厚宮 現在中山禪寺的前身 求助於觀世音菩薩 求助於台灣祖書 和求助於搖屎金母 在那時候搖屎金母 他在台灣正在發揮 發揮是從花蓮 花蓮那裡開始發揮 在全省慈慧堂 受立的慈慧堂 將近200多家的慈慧堂小廟 大家都一起在修行 那麼搖屎金母 慈悲 好像是天意啊 要來度我 要來和來度大家 所以台灣祖書 他也就邀請搖屎金母 光降龍厚宮謝媽媽 身上天人合一 然後告訴我們 很多很多很多修行 告訴我們很多很多的人 世間的酸甜苦辣社 所以我第一次生病到一個段落 到了龍厚宮 就是中山禪寺 謝老師的家 謝媽媽的府上 他在三樓小佛堂 謝媽媽開始來 就很慈悲的 一直開示 用幻語講我也聽不懂 用幻語來開示 我也聽不懂 後來我才知道 那些就是在跟網產老祖 在空界 在談天 在開示 所以我的病 我就 越來越嚴重了 在台灣祖書 那時候呢 就請搖屎金母下來 他還要我發大願 去點三十六炷香 在義皇大帝 救天公 救天公呢 三十六炷香 整個天公樓 整個救 救 救好呢 我一進來 我在那邊又坐著 很辛苦 坐著 那時候呢 觀世音菩薩開口了 他說一條命 只有五果嗎 五種水果 就可以買一條命 那時候我發現說 若是我病好 病好了 我會用五果來謝謝 你們用怎麼樣來謝謝啊 那我陪你喔 五果 那再一次 齁 我很抱歉 我再一次 我又點三十六炷香 然後再一次去去求 現在要再大一點 哇 那一求咧 還是說 若是病好了 我願意捐十萬塊錢 來幫忙建廟 我以為這樣呢 我就很有信心喔 一進來咧 坐一下咧 觀世音菩薩又來開口 你的十萬塊錢我不要 我不建廟 那怎麼辦 這聲音要死啊 十萬塊錢 那時候七十一年 十萬塊錢不會死啊咧 那時候姚思君母 又換他開口 借著謝媽媽的生口 願越大越好 願大力就大 所以這一句話咧 我常常勉勵各位同修 願大力大 所以我就 我跪在那邊跪了很久 腳跪不住啊 跪不住啊 很辛苦啊 又沒有墊子可以跪 我跪在那個 地上 噢 那個地又很不平 我要求咧 求到那裡 噢 這樣很疼 這樣很閒 好 乾脆 乾脆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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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 承擔 這個 天下太平的 重擔 我想這樣講多而已 不要 那我笑得差咧 就水發路 發路咧 所有的路咧 都整個圓圈圈圈的 圓圈的 啊 所以這個 就像這樣 我從這一個 休安的圓圈 我這個一個圓圈 所以我一進來了 咧 姚淑姓母 她就跟 我說了 記得姓媽媽的口說 對啦 這個才是你的本願 她的本願 然後本願是什麼 你不是說要天下太平嗎 我自己就不會好事了 要天下太平 那怎麼太平 好好修 好好練佛 好好練阿彌陀佛 好好修 以後你就知道 所以姚淑姓母這麼慈悲 你好好修 我會來 扶你 一起來 幫助你 願大力大 是所有諸天聖神 人 共同的 心 所以這個叫做 王淑姓老祖 天人教祖 萬聖拱福 天人的教祖 萬聖拱福 所有諸天聖神佛福上 都來相互的故事 所以王淑姓老祖 藉著我的口 講說要天下太平 後來幫我老祖 這是你講的不是我講的 老祖說我講跟你講都一樣 有感覺嗎 我你是神耶 我是懷疑耶 我是一個病人 我是懷疑耶 我哪有可能 因為反正你講出去就講出去了啦 好好修 好 等到1月8日 從1月8日 預防大地的聖誕 我就不去拜 台灣祖書 我去到家 小媽媽的家 小媽媽 都在廚房炒菜 一邊炒菜一邊唱歌 我說奇怪啊 唱那些歌是天上界的歌 那我就上去三樓 去拜拜 下來了 小媽媽 在那邊等我 連搬起來 說話都不守信用 我說什麼不守信用 你在花怨的時候 你的腳寫步 我有看耶 寫步啊 寫這個步 不要一步 萬一花造怨 沒有辦法達成怨 滿怨的時候 外浑身碎骨耶 所以 小媽媽咧 在那裡 很兇 原來15日開始 祭祀 到要走出來 不要在那邊停頓 我嚇了一跳 小媽媽原來都很慈悲啊 今天怎麼那麼兇 我這在那裡 很兇 原來是 姚慈姊母娘娘 她在訓我 在訓我 要走出去 要以天下太平 為本願 按照 你所發的願 所以不管了 不然就从头来好了 我想到从头 晒没帮 又没帮 买吃饭 满脸的种种的 像弥洛佛 我那时候 哇 好了 好了 金母娘娘 你要看我该 我要怎么做 我就会 依教奉行 依法修行 你元内十五 开始 成立行道 后来 是给我一个名字 叫做医药社 是这样来的 用疫经 开启众生 用疫经 开启阴阳 要转为安 所以我就从七十二年的一月十五日 一路走来 我当我有烦恼 有疑问的时候 诸佛菩萨 都会来告诉我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该怎么圆满 因为我宗教也是外行 我又不会跳挡 又不会 屁屁抓 又不会什么呀 什么都不会 又不会诵经 要怎么修 姚慈禁母说 开启了 你不要管那么多 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只要心存正念 心存正念 为天下太平 而奉献 的时候 隆天护法 万圣会来拱福 就是这句话 王产老祖 天人教族 万圣拱福 天汉人的教族 王产老祖 是天汉人的教族 明阳两界的教族 万圣都来拱 来相互的扶持 顾我记守顶礼 所以今天 我们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们 你们都是 带有天命 来事先走一趟的 不是那么忽浅的 要来赚大钱 大钱没有赚到 你怎么去回家交代 所以王产老祖 才开始 我们每一位 有缘的人来到世间 一定要做到问心无愧 要做到 心安的状态 我们有一天才能 平平安安的回到 自己的天上界的家 这句话 我老老记住 姚蜀君母也一直开示 当今世界上 人世间 王产老祖的法 他是一个包罗性的 所以叫做大罗金仙 大罗金仙 这个包罗性的 给我们知道一切万法 还叫做万圣拱福 万圣 所有的至天圣神 佛菩萨 开启蓝天的时候 有多少的大神 佛一起帮忙开蓝天呢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姚蜀金母 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还有日月光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些都是 还有神龙大帝 祭公古佛 还有东海龙王 清水祖书 这都是万圣 都来扶持的王产老祖 扶持王产老祖 他的天命 就是天下太平 到这么多年来 我才悟到 领悟到 王产老祖的慈悲 为什么在台湾 帮助那么多的众生 为什么在台湾 世界 构国 凡是有天灾 有大地 变动的时候 老祖知道了 就带着我们 维京圣教的贤士同修们 大家一起 赶快诵经 深谈 一起来 为国修道 为敏祈福 所以今天 我们也是在为国修道 为敏祈福 那我们 要感恩王产老祖 他的天威 所以我们请各位 一起来 攻占 王产老祖天威 王产老祖 天人教祖 万圣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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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同修 一起来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共同来 转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的法轮 以为各位的本愿 功德无量 祝福各位 感恩王产老祖 优优独播剧 感恩王产老祖 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